男人缓缓快速地掏出一把火神加特林 对准身后的雇佣兵车队就疯狂酷吃 窒息的火力瞬间就将车辆拦腰扫断 宝马车队转眼间就被团灭 然而丧彪却并不打算停下 直到弹夹见底男人才肯罢手 而车队早就被打成了蜂窝 男人随即便收起武器继续赶路 因为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拿回解药 很快目标就已出现 强哥立马跟上 趁着经过一处弯道时 男人掏出污渍就对气不愣不吃 而敌人却丝毫不慌 甚至还启动弹气开始加速 强哥被人员甩在身后 然而驾铃六十年的男人也不是好人 三下两出二便赶了上来 随即立马掏出污渍爆发团战 却不到车辆突然打滑 好在此时的B小队及时赶到 随即便立马接力率先发动袭击 然而敌特却只是一枪就干掉了司机 下一秒 好在丧彪顺利躲过 无奈他只好接棒继续 眼看男人即将追上之时 却突然踩下刹车 原来不远处的小帅早已等待多时 劫腿到死也没想明白自己怎么就死了 丧彪随后立即赶到现场 掏出手枪又框框躲了两枪 眼看就要结局时 导演却觉得不够精彩 当即就命令丧彪杀只小帅助助系 与此同时完成任务的男人已赶了过来 不让丧彪转眼就掏出污渍 小帅连忙绕车躲 接着便趁丧彪换弹之际立马向悬崖跑去 极限翻滚81圈后才停下脚步 可丧彪并未打算作罢 于是开始不断酷吃 小帅只能继续逃生 男人无奈只能再次驾驶汽车前去追赶 正当他在一路寻找小帅的踪影时 半路突然杀出一个成咬精 对准丧彪就酷吃发射出一枚核弹 眼看丧彪坠入深渊 小帅掏出AK立马前去搜寻 正当男人查看车内情况时 丧彪突然出现勒住小帅的脖子 男人立马破招掏出手枪就一顿乱射 谁料丧彪立马将其拆解 是要将小帅送下地狱 其料在两人扭打之时 一根钢棍突然插向丧彪 然而男人却如同战神降临一般 拔出钢管就对着小帅一顿胖揍 眼看男人即将拟恨西北 小帅突然就抓起地上的机枪 等男人意识到是已经晚了 丧彪最终惨被消灭 而小帅则拿到解药顺利的囤活了下来